朋友圈里有一种女人,无论是否结婚,男人都永远不要去聊。 有些女人像是醇香的红酒,珍藏的时间越长,越是美好, 她们的美不但是体现在外表,更多的是她们的情商与品性, 她们就像宝藏一样,会不断吸引着对方去探索。 朋友小姨是一位优秀的女强人,在面对各种不同的人也能谈吐风雅, 走路挺直腰板,不卑不亢,将女人的优雅,美丽与睿子表现得灵灵气质。 她曾经告诉我,像这样女人大多都有着共同的特点和性格, 她的很多好友也都如此。 总结一下,这种女人大多有着三条特性。 一,不喜欢主动追求人,有着自己的标准与性格。 有时候很多女人都觉得,在感情中需要主动一些, 抓住机会才能抓住幸福的尾巴。 但是实际上很多时候,越是在感情中主动的人反而更加被动, 反观一些不太主动的女人,却比较容易抓住男人的心, 这就是一种大家都普遍存在的心理,认为越是费事, 耗尽心是得到的东西,越是珍贵。 而很多轻而易举得到的东西,就不是很值得珍藏。 这种女人她们有着比较高的情商, 她们明白这些道理,所以不会主动追求男人, 而是做好自己的事情,所以这种女人相对很难聊。 二,拥有自己的事业,不依赖于男人。 现在越来越多的女人不再依靠着男人来生活, 靠着自己的能力去做事业。 这类女人事业心很强,半始干净利落, 她们有着自己的目标和规划, 很少有人可以进入到她们的规划之中。 这样优秀的女强人很少会将感情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, 所以对于她们来说,事业才是生活的重心, 而感情只是生活中的调味品。 很多男人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, 也未必能够换来她们感情的回应。 三,有着很强的交际能力与良好的交际圈。 交际能力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技能, 不论是在事业上还是感情上, 它都能带来很大的益处。 一种好的交际能力, 不仅是体现着有非常多的朋友, 还有着厨师的能力。 朋友李莉是一家公司的高管, 为人厨师都很好。 当在一个饭局上遇到一些尴尬问题时, 李莉总是能轻松化解, 被战圈子中的交际高手。 而李莉不但是为人情商高, 脾气性格更是很好。 真正有智慧的女人, 必定有着温和的性格, 良好的社交圈子, 高度的自律能力和强大的行动力。 事业改变女人的容颜, 却成就了女人的心态。 这种女人经历了 睡月的打磨和洗礼, 懂得保养自己, 有着气质和内涵, 性格坚毅, 事业成功。 当小贤曾说好好爱她, 然后也要好好生活, 留住一个人的从来不是卑微, 而是活得出色和独立, 努力成为一个任何人 都想爱上的女人。 这样的女人 有着自己的标准和准则, 对于很多男人来说, 撩这样的女人 只会得不偿失, 因为她们被人尊重, 一看就活得很高级。